好 剛剛烤蛋糕出爐了 83分鐘前後 然後 出爐之後要立即脫模 很燙 好 給大家看一下 表面有61度 因為我已經出來 接觸到冷空氣會降溫 這時候 有熱水小心 然後我們把它拿出來 屁股擦乾淨 屁股擦乾淨 好 熱水拿出來 出爐之後像這樣子 好 這個是紙 這個是微邊部的部分 然後 好 這樣子看 比較清楚 那 我剛剛有講就是說 你這個布 要高於烤模 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等一下可以方便提起來 所以 烤模是燙的 我拿起來給你們看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布是高過於烤模的 一定要這樣 布高過於烤模 好 那我們確認出爐的時候呢 基本上剛剛我已經 要用探針 探針 蛋糕探針去測試過 戳最中間 沒有沾黏 基本上就是好了 好了 好 那我們是泡 就是泡水去烤的 雖然很多人在泡水去烤的時候 水浴法出來的屁股會 蛋糕的屁股會濕濕的 可是其實如果你溫度掌控的好的話 它是不應該是濕的 好 我們先把它出爐 你最好讓它摔一下 就是像這樣子給它摔一下 然後 提著 因為這個布不燙了 提著 那因為我剛剛 這個也會用蛋白糖 連這個沒有 所以我這個就可以直接出來 很漂亮 有沒有 好 像這樣子 然後 裡面 應該是 等一下 有點燙 烤盤的 烤磨的裡面應該是乾的 如果有一點點濕應該 那個是水氣的部分 那是沒有關係 但是不應該整個都是濕 整個都是濕 或者是溢出來 代表你的麵糊是有問題的 好 這個先放這裡 然後這個 這個的部分 烤磨不要碰 我們可以拉著紙 但是因為我用蛋白糖去黏旁邊 所以我稍微把它分開一下 然後就這樣子 一樣把它轉一轉 圈可以出爐的時候 就這樣拉起來 小心它 這樣子 它應該是可以被提起來的 應該是可以被提起來的 這樣 然後同樣的 這個烤磨 因為我剛剛出爐到現在有一點時間 所以它有一點水氣 跟這個烤盤布的其實不太一樣 好 像這個就有水珠 擠在底下 有沒有看到 這是水珠 然後這邊的就沒有 好 這邊就沒有 因為它還比較慢 所以裡面 因為它蛋糕是熱的 所以就門在裡面會有水氣 那正常來講的話應該是這樣 就是兩個都還算乾淨 還算乾淨 熱烤磨乾淨 這是因為我們要用紙的一個原因 然後 隨法的時候 出爐 出爐後要立即脫模 所以 以這個來講 我們要脫模 你就把它撕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紙的部分其實它比較容易走 有沒有看到 就比較不遠 可是如果是這個烤盤布的 它就很圓 非常的圓 非常的圓 因為它會比較挺 那 出爐怎麼弄 就是我們把邊的部分 因為紙的部分我們是底跟邊 所以我先把側邊撕開 側邊撕開 然後 你看這個長條紙 其實不太沾 但是這個不能再用 因為它已經皺皺了 它是紙 所以它會吸了蛋糕麵糊裡面的水分 然後就會這樣皺皺的 好 放旁邊 然後底部的部分怎麼弄呢 其實 要不要倒扣都OK 看你自己 那我不希望它倒扣的原因 是因為我不要它有鴿子什麼的 所以呢 小心燙 我們把它翻起來 之後 看 用隨意法烤的屁股應該是非常的乾爽 應該是非常乾爽 我通常不會再讓它單獨 就是從水排裡面拿出來再去烤屁股 不會 不需要 就直接這樣子 看到了嗎 它應該 應該要像這樣子很乾爽的才對 好 不會濕濕 濕濕就代表你真的面糊有問題 有沉底 或是你的溫度不夠 烤時間不足之類等等的原因 那正常來講應該是要像這樣 好 然後 那我希望它是正面朝上的 好 所以我是這樣先放著 來 等一下 然後 我記得我有個小桌子 等一下 小桌子 小桌子 小桌子是要冷卻用的 小桌子是要冷卻用的 嚼一下 嚼一下 好 然後 這時候 你看我是熱熱的 我就給它放在 這個小桌子上面 然後這個也是 直接 好 小桌子有什麼好處 我們上次講過就是 這個桌子它是因為實際上是木頭沒有塗裝的 所以你看 我脫模的時候 這裡 這是沾黏的 好 紙放旁邊 然後這是有水氣的 熱熱它是熱熱的 不相信它是熱熱對不對 面目不到 我就測試給你看 來 嗯 好 這是45度 45度應該夠熱 給你們看一下 45度夠熱了吧 51度 好 所以它是熱的 但是你看我剛剛拿起來的時候 桌子是沒有水氣 沒有濕濕的 沒有 怎麼證明 紙 衛生紙 乾的 然後呢 你看這邊就會濕濕濕濕濕濕 有一點濕濕水氣了 如果再抽一張新的在這邊 乾的 所以我說為什麼桌子 石木的桌子很好用 就是因為 它可以這樣子平的 然後你直接放上去是可以 它可以吸附一點點水氣 那很大量是不行的 這就是木頭的那個好處 跟一般這種 就是說 一般我們的冷卻架會用這種格子狀的 那如果你這個 正面朝下放格子狀的 等一下出來它就是一個一個的 那有時候我希望它表面是很正常 就是很平整的 不要一個一個 所以我就不會 想要用那種格子狀的冷卻架 然後這時候我希望它底部是平的 我就再把它翻過來 這樣就會很漂亮 好 阿不要用手指頭 因為它現在蛋糕軟的 所以你用手指頭等一下 就會一道一道 好 這個是它脫模後的樣子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個烤盤布 烤盤布我剛剛沒有用任何定書針 或什麼沒有 我們放這樣子之後呢 你看它可以被提起來 好 它還黏住 雖然它是布 然後我們講是不沾黏 可是事實上它還是會有一些 呃怎麼講 我們講沾黏的情況 它會黏住它 固定它 所以不會說很滑 那脫模怎麼脫模呢 很簡單 你就從這邊有沒有 你看它可以 它只是因為 麵糊的關係讓它黏住 你就一片一片這樣撕開就可以了 一片一片撕開 然後同樣的你看喔 我這個蛋糕是熱的對不對 蛋糕是熱的 這樣幾度 50 47度 表面都有47度 表面上都有47度 40幾度 OK 但是我這邊移開 然後衛生紙放上來 不是濕的 不是濕的 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把它脫模 一個 一片一片這樣子脫開來 超漂亮的 超美的 而且我告訴你們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烤盤 微邊布 烤盤布 或是什麼 反正它就是一塊布 可以重複地用的布 你看它會有一點沾黏 但是它很好洗 你只要熱水沖一沖 海綿刷一刷就很乾淨 第一次在使用的時候 因為你看喔 第一次在使用它這個是 切成八片這樣圍起來 所以因為我跟你講過就是 它是布 所以偏硬一點 有點像塑膠的材質 它是玻璃纖維 所以你這樣子在弄的時候 它不能很圓 可是因為我這塊布 用了幾次之後 它已經可以很圓 那 這意思就是說 喔 這意思就是說 給你們看一下側邊 這個 第一次我在烤的時候 這邊很明顯 就會有 這個 兩個交錯的那個 橫線出來 就不是那麼圓 不是那麼圓 好 那 但是你看我現在這次 我已經烤了幾次之後 用了這塊布幾次之後 它基本上它就會很服貼圓形的 所以你看它邊邊的地方是圓圓的 已經看不太出來 這兩片交錯的那個痕跡 如果你有考過 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講的那個意思 好 你看 所以這邊已經沒有什麼痕跡 然後你看這邊交錯的也是 就通通都沒有 如果正常來講的話 因為它剛開始用它指 這個布是比較硬 所以它可能有一點 比較有個腳腳 腳腳會有八個腳出現 可是現在已經不會 好 脫膜之後 側邊鋪好了之後呢 我就上面 唉唷 那你看喔 其實烤盤布真的很好用 因為它做出來很圓 超美的啦 救命喔 然後你看喔 這邊放很久了 這邊只有一點點濕濕的 看得到一點點微濕 可是不會有水氣 這個 一樣 小心燙 然後 姐姐有練過 所以這個還可以 那你快速一點就是 因為它這個 這種蛋糕通常都很軟 尤其你是輕乳酪 那你要小心一點 如果不是用手 基本上你就是用一個 比較平整的板子 接住之後呢 好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放平 放平之後呢 你就輕輕的 不要一下子這樣撕開 它可能會有缺腳 因為你太豪邁的結果就會這樣 那我們就輕輕的從 你選其中一個角落 輕輕的這樣子把它拔起來 慢慢的 好 慢慢的 這樣子 然後你就發現它底部 真的很漂亮 就會有那個毛巾質感 好 不會有那種滑滑的 第一次可能比較會有滑滑的 那個不沾的效果 可是後面其實就不太會了 好 像這樣子 好 超美的 顏色也會很漂亮 烤溫色的對的話 顏色很漂亮 那我今天這個烤溫是 用郝先生的 然後放最下層 要網架上面 然後是 一百 一百七 一百五 先烤表面上色之後 轉成一百五 一百五 然後後面如果太熱 你就再這樣成一百 一百二 一百二 然後大概前後烤八十分鐘 好 脫抹之後長這樣子 咦 看得到嗎 這樣子 好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 你看喔 兩邊的屁股 我們比較一下兩邊的屁股 都很美 那同一鍋麵糊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至於 呃 每個人喜歡什麼 就 就開心就好了 好 然後 再來看一下 轉過來 現在其實還很燙 好 小心 好 超美的 OK 這樣子就烤成功啊 好你們看兩邊 就是破膜後的情況 就是烤盤布 會一點點沾黏 然後這個紙 紙就皺皺的 烤盤布可以多次使用 等一下泡熱水刷一刷就好了 然後這個紙的就丟掉 好 這樣子 可以嗎 這就是 呃 我們用脫水優格去做的 呃 它不叫輕乳酪 它就是輕乳酪的做法 但是我們將奶油乳酪改成 脫水優格 然後我會加一些 因為那個味道有點發酵味道 所以我就加了一點點那個檸檬汁 檸檬汁 好 這樣子 掰掰